4 3 2 1 鳴笛 鳴笛聲響起 參加劍走民眾起步走 把握海葵颱風來襲前 金融長頂院前胡院區 週六一大早舉辦劍走活動 劍走民眾先暖身 還以為颱風會來攪局 沒想到意外露出陽光 讓大家好開心 班如果知道我一定會來 是要走健康嗎 對啊 運動 有特別有意義 就是能夠顧到健康的話 當然是有意義的活動 基隆市的鄉親非常多的人 來參與這個活動 今天剛好又是颱風天 那我在這邊也鼓勵我們鄉親 要走出戶外 讓自己更活化 更活力 更有活力 不會讓你走出健康 也讓你越來越年輕越健康 我想今天非常難得 這個沒有這麼大的一個太陽 那也有風 所以很適合大家走出戶外 那我想這一個活動 已經很多年了 那這一條這個践行的路徑呢 又有非常多的樹蔭 那讓大家不會非常炎熱 而且可以吸收非常多的芬多精 讓我們的新陳代謝更好 配翔其實長期都一直在大五輪地區 所以每年的秦仁府院區的長跟劍走 那配翔都會參與 所以說今年特別不一樣 因為今年有海風的來襲 不過天氣滿好的 然後人家有一句話叫做 活動活動 愛活就愛打 國內有許多的研究都曾指出 劍走可以走出健康 只不過對於走五千步 還是每天一萬步能夠保健康 說法都不同 讓教授來解惑 對一般民眾的觀念而言 就是量力而為 一萬步五千步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參考的一個標準而已 恐怕要依個人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在運動的時候 過度的一個運動 可能對身體的一個負擔 甚至是特別是這個膝蓋的部分 不見得是有好處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如果說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諮詢相關的醫師 可以給一個很好的一個建議 到底是要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對於自己本身的一些健康 心血管的一些功能來提升 我想這部分的話 我們就像今天的這個活動一樣 我們就是提倡這樣一個健走 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來提升整個市民的一個身心的健康 醫生表示 不管每天走幾步 只要適合自己都是有好處 情人湖健走活動 已經舉辦了十多年 希望透過健走活動 運動強生 我想我們是從2011年開始 秉持這個王永慶創辦人的 這個促進健康的精神 來開始舉辦這個 情人湖健走的活動 希望能夠透過這些戶外活動 吸收新鮮的空氣 然後透過健走 來促進基隆市民的健康 市民如果想要健康 不是只有生病的時候才看醫生 我們就應該要運動 然後要預防保健 要身心健康 今天常跟醫院辦這個 很有意義的健走活動 然後除了帶著我們走之外 旁邊也有很多健康宣導的攤位 讓我們一起學會 照顧自己不生病 要活就要動 大家一起健走運動 遠離病毒 一起迎向健康 記者黃少民 接著我們報導